今天做了白白胖胖的糯米糍 做法简单,柔软拉丝,放凉也不会硬 准备100克的水模糯米粉倒进大碗里 加15克的玉米淀粉,30克的白糖 130克的群牛奶 搅和搅和 搅到没有干粉的状态 再加入20克的玉米油 再次搅拌混合均匀 拌匀之后倒进一个浅口的盘子里面 盖上保鲜膜 放进蒸锅里面,隔水蒸 水开之后15分钟左右 花生用175度烤10分钟 没有烤箱用炒锅,小火慢炒 然后把花生皮给漏掉 120克的花生米倒进作料机里面 直接将它搅碎 不用搅得很细,搅碎就可以了 再来准备20克的熟芝麻 也用作料机给它搅碎 也不用搅得很细,搅破就可以 更加的香 然后倒进花生里面 加入15克的白糖,搅和搅和 这样我们的花生馅就调好了 这款多灵做料机大碗小碗一共有4个 干料饰料都能搅 做起美食来更加的方便 糯米团已经蒸好了 蒸好之后它是凝固的 不烫手之后戴上手套 下手抓拌均匀 然后像这样折叠拉伸 多拉一会儿 越拉它越细腻 口感更好 放在保鲜膜上面就不会粘连 把它均分成6等份 取一份按扁 然后再放上馅料 这几次可以稍微多包一点 随便你怎么包 像包包子一样 也可以像这样往中间直接捏就可以了 它很好粘连的也不会破皮 包好之后整理成圆球 放进胰蓉里面 沾满胰蓉 没有胰蓉的话 可以用熟的黄豆粉 熟的糯米粉 只要不粘连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花生糯米池就做好了 白白胖胖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你看 纳斯的状态也是超级的好 里面馅料满满的 比外面卖的肯定是要划算很多 家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 点个赞收藏起来 以后试着做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